靠腰 干嘛这样子开头 我原本是要想说制造一个很诡异的气氛 结果被你的靠腰一下 然后害我感觉整个人都醒了你知道吗 整个人一大早在忙 你一样五点半发吗 没有这一集是凌晨十二点发 那更该骂 今天是2020年8月19号 农历七月初一 鬼门开 你要在十二点一开 对就放上去 有了那么晚在听的吗 我觉得我们频道应该是蛮多人是夜猫子的啦 所以我们今天也要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声音来讲我们的slogan 你不是要先唱歌吗 你说我再关灯一下再再用一下气氛 怎么这么老啊有没有新一点 你说新的鬼要要开始 对啊 鬼都死了那么多年还在听老歌 说不定他们想听新歌怎么办 新歌有哪一些 来你点 我也想不到 算了算了 有名的鬼故事好像都是这几首歌 什么等着你回来啊 可是他们都是用这种声音唱吗 应该没有吧 就是会有一种很诡异的声音 我从头到尾一直都是红衣小女孩 红衣小女孩 红衣小女孩 可是我小时候真的很听那首歌会觉得很害怕 就是会毛毛的 就是等着你回来那一首 因为那时候他搭配那一部电影 电视台播的时候真的觉得超毛的 好啦我们还是回来我们正常的节目 慢慢再来跟大家分享 每天都要来一杯冰拿铁 大家好我是艾伦 主意 今天会有这一集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参与了一个Podcaster 他们一起串联起来的节目 就是一个特别计划 叫做白鬼月行 一共串联了将近50个的Podcast节目 一起来做跟鬼月相关的主题 那这个活动是由SoundOn跟KKBOX来共同主办的 现在大家在KKBOX上面 也可以听得到我们的Podcast节目了 只要在上面搜寻艾尔文 就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全系列的节目 那SoundOn是一个免费的Podcast hosting平台 我们的节目就是架设在他们的后台那边 而KKBOX大家应该不陌生吧 对5E就是一个KKBOX的使用者 那现在呢他们也加入了Podcast的内容 所以大家今后也可以在KKBOX上面听得到 大部分人的Podcast节目 有大部分人吗 我看 之前还搜寻不到啊 所以应该有些人也还没放上去吧 对对对 可能陆续的应该都会慢慢的放上去啦 毕竟就是多一个平台 让大家放节目嘛 也是 而且KKBOX用户其实蛮多的 你就是其中一个 对啦 所以呢 原本他们来邀约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想说 我们前几集才介绍完 就是跟旅游相关遇到的 灵异事件的主题 就是 这么刚巧我们 对啊 就已经用掉了这个主题 就是在我们第21集的时候 我们介绍了西班牙的鬼啊 然后日本的鬼啊 这些 他们就想说 那有没有其他的故事 其他地方的鬼吗 其他地方的鬼是没有的啦 但是我想说 哪来那么随啊 出国到处都遇到 对啊 你自己没有遇过吗 在马来西亚或者是在澳洲的时候 没有耶 你完全都没有遇过 没有 几乎没有 就感觉有一点点毛毛的也没有 几乎没有 你八字这么重 我人生就坦荡荡啊 这跟坦荡荡有什么关系 对反正我就想说 啊我们可以去找别的主题来聊一聊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马来西亚 也有中元节 也有在过鬼月 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们 那我就想说 我今天这一集 就可以做相关的主题 来跟大家稍微简单的带到分享一下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些的东西 可能跟台湾 不太一样吗 也许会不太一样 那考虑到有部分的听众 有可能是从其他的podcaster的节目 串联而跑过来听的 那就再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艾尔文 我是吴一 那我是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 那在台湾已经生活了超过十年的时间了 所以我近期都是在台湾生活 所以你鬼月的时候也不会回去马来西亚 对 近迟多年以来 我应该都没有经历过马来西亚的鬼月 你都是在过年的时候回去比较多嘛 对不对 就算是有回去 也是过年的时候再回去啦 就是两三年会回去一次这样 基本上我也很少回去 所以这里的他们的风俗一些风俗习惯 有没有改变你也不太清楚 我不太对 我真的不太清楚 但基本上这种东西应该都是一样的啦 不太可能会有太大改变 顶多说就是现在人比较没有那么注重 对可能气氛会变得比较少一点点 因为大部分的华人我想应该都是我阿公那个年代的时候 他们小时候在二三十期的时候跑到马来西亚那边去的嘛 然后就从此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 但是马来西亚的华人真的保留了很多很多的传统习俗 比如说拜天公啊鬼门开啊农历新年啊这些我记得在小时候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都可以感觉得到很浓厚的气氛 你这些其实跟你这几年在台湾看到的基本上是一样吗 基本上我觉得有一点点的落差 但是大部分还是大同小异的 你就过年中秋那些都一样 中秋有一点点不一样 在比如说在中秋的时候马来西亚会提灯笼 但是台湾就不会 不会啊我们是在元宵节的时候 对这个就是差一点嘛 我会先提出来就是我们有在过的或者是我们有举办的哪一些的活动 我就是纯粹的分享 顺便看看你站在一个台湾人的角度来告诉我说你们还有没有这些东西 对只是我觉得这些年之后就是长大了真的有感觉到气氛就是越来越少 其实应该一直都有啦 只是有可能有些比较隆重的东西就比较少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像以前小时候我觉得因为外公外婆们他们还在嘛 还是很注重这一些的传统要做的事情 然后也会把大家都叫回老家来一起在做这些事情 那后来我外公就过世了嘛 然后外婆行动不变之后 这些好像就逐渐的越来越少了 你们中元节要什么把大家一起叫回来 要啊就是击败祖先这些事情啊 哦这些我们也还是有啊 对我们现在讲就是在家里面会做的事情 那基本上我个人认为啦在马来西亚的鬼月是一件非常热闹的一个节日 用热闹这个词对吗 我跟你讲你听完今天这一集你看你会不会觉得很热闹 我觉得就是一个饼饼响响响的节日 还蛮欢愉的 真的吗 对啊 就在我们家里面就是因为我外公跟外婆都是信奉佛教的嘛 那只是因为我们家庭就是我爸妈他们是基督教的 所以在基督徒不是不拿香不烧金纸那些吗 对所以我小时候就少了很多这样子的乐趣 因为鬼月的时候 这哪有乐趣啊 不是我跟你讲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鬼月的时候不是都要烧金纸啊 烧金纸很累耶 可是我们以前都是要 小时候觉得那是一个乐趣耶 所以我们都没有办法拿金纸啊拿香这些东西 那我表哥他们就可以把 你可以拿其他东西烧啊你不一定要烧金纸啊 不行啊就不能玩火 但他们都可以玩火 他们就拿那个金纸 就是把它一直盘盘盘用的算钱的那个吗 不是就把它弄得像一个扇形这样子 对我就觉得哇那个动作好好玩 我就一直很想玩 可是你现在有钱也可以这样子散啊 但是不要烧 可是重点 要烧可以先给我 不是重点就是我没有钱啊 那我有拿一把我的A4纸来盘一盘 感觉怎么那么弱 对啊然后还会烧那个就是用 纸折成的那种像晶圆宝这样子的形状的 晶圆宝好像有些庙里会有吧 但是家里好像不太会烧到晶圆宝 通常都是金纸而已 我是台湾啊 我们家就是会有这种 我就觉得我都不能碰 可是我就觉得很好玩 但是祭拜祖先的时候就还是会准备很多的就是菜肴嘛 对啊对啊 你们的菜肴 对那些菜肴基本上就是很丰盛的那种就是烤鸭什么什么的 因为每个人准备的不太一样啦 我们家好像没有准备到烤鸭 但是会准备蛮多东西吃的是真的 对然后拜完之后 外公外婆就会找所有的人就是大大小小 所以等于就是像过年一样吃团圆饭一样 所有人就回来然后就吃饭这样子 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 就是鬼门开的时候感觉都蛮热闹的 你们以前在公司的时候应该也会做这种事情吧 公司的时候 因为还是你们 你刚好在你前公司也是个基督徒的背景 因为像我们公司每次到了中元节的时候 都会告知所有同仁啊 就是准备自己的东西 我们会团拜 你们是准备各自的哦 对我们都各自准备各自的 通常不是说一个科室还是一个部门 然后就会 不一定啊每个地方不一样 有些人是分科室 有些人是就整个公司一起团拜 像你有时候鬼门你会看到 我们经过很多公司他们不是都在一楼 对对对对对 就像你们大楼也会吗 对对对 我们大楼也会 那都是团拜啊 OK 那你们在马来西亚不会吗 你们不会有公司团拜或什么 因为我那时候都还小 所以老实说 你没有注意过吗 我没有很清楚 那有没有说店家在门口这样拜的 我只记得就是我外婆家外面就是会有 就是像普渡这样子的 然后前面都会有杀猪 就是那只猪会整个这样趴在那个架子上面的那种 哦这么隆重 很隆重 在马来西亚 至少我那个地方啦 我是在MTB他长大的嘛 然后在外面啊 他们办的活动也非常的多 就是会有那种游行什么众神夜巡的那一种 就是会有很多的 神还是 就是会提教旨 然后会有人起当的那种 八家将吗 应该类似啦 台湾叫八家将 我也忘记叫什么 台湾也是会有啊 有些庙会 你不是都会看到有些森林的那个 教旨是不是 而且他们会在路上 那个叫不我嘛 就是七爷八爷啊 很大尊的神像 对对对对对 就是会有这种大游行 然后我们就在旁边就是看 然后我们那里还会有一些就是他们在路上的时候是直接已经是key down的了 key down的状态 在走 在游街 然后他们会拿那个剑穿那个嘴巴这边啊 还是穿舌头啊 还是刺背啊那种 就是已经在key down的状态了 是真的刺吗 我小时候这样子看我是觉得好像很真啊 是不是真的我是不知道啦 台湾好像也有这种东西啦 但是我没有 我没有看过耶 我有看过游街游行 但是我没有看到就是这么的隆重的 甚至是有这种刺穿在key down的状态在走的这种 就是有三太子啊有什么的那些 对啊 我们那个小生上面看到就是这个时候就开始搭帐篷 然后把椅子会有那种公开的电影放映会 电影放映会给人看的吗 就未必是给人看的 就是他椅子可以坐 可是是后面几排前面两排是不能做人的 台湾也有这种东西啊 像我之前去乡下的时候 我就有经过那种 我不知道他们那算不算是庙口还是 你就会看到有他们在演戏 有些是演歌仔戏哦 有些是有些是布仔戏 对对我们那里也有 可是你就看下面都没有人 就超阴的超毛的好不好 我经过都不太敢留太久 我在台我来台湾十年我没有看过 因为我小时候我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演给谁看 有时候说不定还会停下来看一下 可是后来大人就叫你快走 啊真的吗 我们那时候啦 因为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个不是要给人看的 我们那里超热闹的耶 就是在那边放电影的放电影 然后我们会有几种啦 就是大舞台的就是有布袋戏的嘛 这你们也有嘛 然后还有那个歌仔戏的 然后也有放电影的 还会有那种歌舞秀的那一种 歌舞秀 爽个舞辣的那种 就是Lady Gaga吗 没有那么现代 就是那种Lady Gaga 你应该会停下来看一下 对我会停下来看一下 他们就是那种穿的很low的 然后就是那种三姐妹在那边跳舞啊 女郎俱乐部 类似像这样但是是耸版的这样 是拖衣舞吗 没有到拖衣舞 我小时候看到的还没有到拖衣舞啦 台湾早期好像是真的有拖衣舞 我记得以前在南亚夜市 好像有 就板桥的南亚夜市 有听人家讲啦 我是没有去看过 可是那时候我有听我朋友讲 说好像有 可是他会 会挡住人 你说不让小孩子看 有可能是不让小孩子吧 对啊 因为我来台湾这几年我发现我没有在路上有看到就是有这种公开的歌仔戏 或者是我是说就是在鬼月开的时候 就是坐给好兄弟们看的那一种 那我们那里的时候是很热闹 有很多的民众会围在旁边一起看啊 只是说你要坐在后面几排 前面第一排跟第二排就是要留给好兄弟们做的 那有没有不知道的人不小心坐到第一排 我就是那个啊 你就是那种小孩子 对啊 我就不知道我想说前面有位置怎么没人去坐 我就跑去坐 结果被我仪仗拉开 他说那你不可以坐 你确定是仪仗拉的吗 是我仪仗拉的 我二仪仗拉的 还是你被什么东西拉开你不知道 没有他想说那你不能坐 他说那个不是给你们做的 小时候我还不知道 就是比较大一点我才知道 哦原来那些位置是特别保留下来给他们去坐 那你现在敢去坐吗 因为你还蛮贴词的 我不敢 我觉得这不是贴词不贴词的问题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尊重respect的问题 可是有些基督徒因为他们是完全不相信这个的啦 但你要尊重别人的信仰跟宗教啊 嗯这倒是真的 对啊就是别人原本的用意是这样子 你干嘛硬要去踩人家的底线去坐 没错就是尊重 就算你不相信但是互相尊重 那我问你一件事情 你说小时候会有那种脱衣舞的那种舞台秀吗 我没看过因为我们那时候都很小啊 我们是远远的有看到 啊也是很热闹很多人看啊 我是说鬼月的时候 你不要跟我说那个脱衣舞在上面脱的时候 下面都没有人在看那不是很尴尬 脱衣舞的时候好像还蛮多人看 对啊那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你看歌仔戏然后布袋戏 这些还是电影放映 应该也是会有人看啊 就像你们说有可能前面几百次留给他 只是因为我小时候印象 印象中看到那什么歌仔戏啊布袋戏 真的都是没看到人 所以我会觉得很恐怖 所以台湾还有这件事情就死了 这几年我都是没有仔细注意 因为我来这十年不管是台北新北还是新竹 我自己都没有看到 就是公开的这种就是在 我们是会封路 台北好像真的搭建舞台起来 比如说在总统府前面就搭一个大舞台起来 在总统府前面搭吗 好了我们那个画面好像不错 我们那个小针上面是没有到总统府 这么大的这种东西啦 可是就是会封半边的马路起来 就像凯达格兰大道 有一点大凯达格兰有点大 还是封了永征路之类 就是永征路可能第58巷之类的 就是封一条小巷子起来 这样子去做 巷子就对了啊 然后如果是那种比较大的马路 比如说像忠孝东路 我是比喻啦 比如说忠孝东路的话 那可能 成本有点大 就是忠孝东路的某一 没有他没有说整条路封 他就是封某一个区段嘛 但是他只会封单边 比如说去的或回的那个方向 然后就改道走这样子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在马来西亚 至少在我离开前的时候都还有在 那这部分其实跟台湾也差不多蛮像的啊 只是说现在好像有可能都相对比较少一点 台湾跟马来西亚应该都一样 对 然后电影院或者电视台在鬼月的时候 就是一定要放鬼片 这是一定要的啊 从鬼门开放到鬼门关 从头部到尾 然后院线就会上线一些最新的恐怖片上来 嗯 好了所以听起来也差不多嘛 就是我们有在做的事情 也许就是还有在做的事情 你们可能有 可是不会在城市里面去做 也许会在比较乡下一点的地方去做 乡下应该会比较多一点 来到台湾之后我发现我至少我没有看过那种公开的秀 但是我有看过就是 比如说庆祝的城隍庙还是基隆的庙那边 就是有很多其他的活动也是蛮有趣的 所以我会觉得整个中云节感觉就是一个 很热闹的一个月份 可是我小时候很怕鬼月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就很多传说啊 例如说什么半夜不能出门啊 不能去海边啊 不能去玩水啊 会被水鬼抓走啊 所以我就觉得鬼月就整个都很可怕 小时候啦 所以你没有觉得是很有趣的一个月份 没有耶 而且小时候有听过一些我哥他们讲他们的鬼故事 都是在鬼月发生的 那时候所以觉得鬼月真的很神秘又很可怕 还是很多事情就还是会有比较禁忌 就尽量不要在鬼月做 例如什么你要装修装潢房子啊 买房子啊买车啊 好像大家都会尽量避免在鬼月 这个还有啊 还有啊 这个习俗就一直在都在啊 所以你会避讳这些吗 我是也会啊 很多人都会吧 就尽量避免啊 所以我们之前不是有问车子 他们都说这时候买会比较便宜 哦 感觉是个减便宜的好时机耶 可是大多数人应该还是不会像你那么铁齿啊 这个我觉得没有妨碍到别人啦 因为这不是妨碍到别人啊 可是就是为求个平安啊 就尽量不要在这时候做一些 哦 这么铁齿的事情 我只是想说 你知道毕竟不要跟钱过意不去吧 又回到我们两个礼拜前的主题 最重要的事情啊 对 可以省到钱很重要 不要跟钱过意不去 尽量可以避免就避免而已啦 好了 所以这些传统的节日跟稀疏 也许 因为一代传一代的关系 也有可能在渐渐的被遗忘 那也有可能是逐渐的在被简化 甚至是随着时代的眼镜 在发生一些些的变化 例如以前只有烧金子 现在有在烧iPhone啊 手机啊 现在会烧手机这些东西是不是 可是也是只做的啊 不是真的手机好不好 那他卖的那个价位会 卖两三万吗 还是 怎么可能 他里面又不会放高通 他A13晶片 哦 你说就是做成一个iPhone的形状 然后拿去烧是不是 可是那个价位应该也不是太便宜 哦 会比较贵是不是 因为人家那也是专业技术 那我就好奇 那过去可能过世的人 也不会一直停留在 就是他们都是 都是那二三十年代生的人啊 那现在是不是 比如说放了鬼片也要更新一下 然后 你说例如之前烧的是3310 现在就要烧iPhone12之类的 对啊 然后其他的表演啊 或者是那些 那些公开放映的电影 你可能也要放更新的 甚至娱乐活动也要更多一点 比如说 办一些什么球赛啊 还是 因为你说死的人也会一直 一直更新啊 他们的兴趣也会不同啊 你看五年前死的人 跟五十年前死的人 他们的兴趣就不一样啊 你如果一直延续着旧的 旧有的传统 就是放那些 那些很老的电影啊 唱那些很老的歌曲啊 不然就是那个忘不了忘不了 这些可能他们会觉得很 你说要换新歌之类的 对 然后他们吃的东西也会不一样啊 以前可能就是吃一些很简单的东西 啊现在可能要吃比较厉害的东西 哇 你这真是问到我了耶 等有一天你下去 你再告诉我好不好 我下去 我一拖着你下去 我跟你讲 好啦 所以今天这一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其实主要的用意呢 就是来跟大家一起抽一抽这个 佳节的气氛 这个算佳节吗 用佳节这形容有点奇怪 这是传统节日的气氛 对就是希望可以 Podcaster们一起来进一份行李 那在未来也希望在节目当中 能够有这样子的方式 就串联很多样的 各式各样类型的节目 然后一起来 让大家感受得到传统节日这种气氛 你说中秋节也来一个 冬午节也来一个之类的吗 对啊 或者是农历新年啊 然后圣诞节啊 愚人节啊 清明节 清明 清明节 可是这个就有点类似了 对啊 清明节好像比较难做 所以大家现在 也可以在我们的叙述栏位里面 去找到其他的Podcaster 他们所制作出来的节目 那类似跟我们相关的节目 会有几个 包括了 生动台北 人生式音乐 期末拖延 法法样播客 还有 我问你哦 所以欢迎大家就一起去收听 然后我很期待期末拖延 因为期末拖延是Alan的节目 Alan是我之前在那个Podcaster的聚会上面 遇到的另外一位Podcaster 对 所以就因为有认识嘛 所以就会比较期待 而且他讲的主题 我也蛮有兴趣的 他说印尼的鬼故事 印尼的鬼故事听起来就很可怕 这是哪来的记忆印象 因为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些印尼的鬼片啊 那拍的都很恐怖 你看过印尼的鬼片 我都没有看过印尼的鬼片耶 有啊 我还蛮爱看鬼片 可是哪来的印尼鬼片 有啊 韩国的日本的有 有印尼的鬼片吗 有啊有啊有啊 印尼的 那他们讲什么话 就印尼话耶 讲什么话 我没有看过印尼的鬼片哦 印尼的话 印尼的鬼片讲日文不是很奇怪吗 因为印尼话跟马来文很像 你确定你有看过的是印尼的鬼片 有啦 他介绍的是印尼的鬼故事 还是你讲的是泰国 没有 其实有点像 就是东南亚人 看起来都是有点神秘 又带点可怕 你这样的恐懒呢 你这样把他改成搞笑的吗 这就是为什么泰国的鬼片到之后都会变很好笑的原因吗 没有印尼的是真的 至少我看那一部我觉得还蛮恐怖的 但我有点忘记名字 然后我也很好奇就是印尼的鬼跟马来西亚 因为毕竟很近嘛 我们是邻居耶 你知道印尼跟马来西亚在旁边而已 想说看到鬼会不会差不多一样这样子 你这样问谁可以给你解答 我就等着他的节目 今天就这样子 祝大家终元节快乐 平安 我要回去咯 还要玩吗 还有一个月哦 我真的好想揍你哦 拜拜 拜拜 拜拜你个大头 出来玩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